接著就看看B2 B2我們會看到你今天是處理一個二次方的東西 其實我們會看到在2 如果你用我們剛才看11 entry這個位置 你是一次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將二次可以轉為一次呢 那有的 因為我們會知道 cos2f2就叫做2cos2f2-1 所以其實1加cos2f2就叫做2次f2 所以我們就知道 原來B2part來說 我們會有cos2次π7 再加cos2次2π7 再加cos2次3π7 再加到cos2次7π 如果是cos2 原來B2可以叫做1二分之1 我會這樣寫 因為你看每一項都會有2分之1 所以其實這個你可以就這樣寫個除2出來 OK 然後就可以寫1加cos2π7 再加1加cos4π7 因為你二乘2π7 再加1加cos6π7 一路加加加加 好啦 那今天來說 其實我們這裡有多少項呢 OK 你見我們turnout來說 最尾是7π 所以你知道77有49 所以它應該是cos 就是你這裡有49項 所以最後那項應該是2乘49 除7 OK 所以你計一計 2乘49 再除7 你應該計算是14π OK cos14π 就是這樣 好了 既然我們說有49項的時候 那我如果現在間隔著這些1啊 1啊 1啊 最尾還有一個1 sorry 這裡漏了 1加這樣 OK 最尾這裡還有一個1的話 其實你知道這裡應該是49 除2 再加cos 2π 除7 再加cos 4π 除7 再加cos 6π 除7 再一路加加加加 加到我們的cos 14π 再除2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現在對著藍色不框著的這塊東西 那我們用回剛才你看看11 entry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可以代替N是49 θ 就叫做2π 除7 into我們的A2 A2的第二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 OK 一樣 我們由i 這個i 留意一下 我們最尾應該要去那邊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consider 然後再加上 那個11 entry 因為你11是cos 即是你講22都可以 即是你講22都可以 所以我們知道呢 就是這個 我們要省點時間 我們寫那個required OK Value呢 應該就等於是 si N代49 對 N代49 所以你不如計算一下 49加1 OK θ 我們代2π除7 所以乘2除7 OK 再除2 你不如計算一下 分子 應該就是 si 50π除7 OK 再除2 分母 就會在這個 θ 是2π除7 所以2除7 再除2 OK 你不如計算一下 7分1 所以就是si π除7 OK 然後呢 就會是cos n是49 所以 49乘2 然後 f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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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π除7 OK 然後呢 再除2 所以你應該計算到cos 7π OK 留意 首先 我們說 i 搬到後面 我們要減少1001 所以 後面這個價值 要減少1 同時間 不要忘記 我們前面有個49 over2 所以這個位置 你要加49 除2 給它 所以對著 前面 綠色不框 對著 綠色不框 這個數 我們可以先按一下 記線 又是我們去到 radian mode 那裡 你打 sine 50π 除7 再 除以sine π 除7 OK 再乘上cos 7π 你應該計算到是1 綠色不框 是1 後面有個-1 再加49 除2 1-1 是0 所以答案呢 你應該計算到是49 除2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B2的答案